Hello,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在老汪万象逛他们的商场 这个商场是他们当地比较大的商场了 后面有一个小米专卖店 我们去看一下跟国内比价差怎么样 这个价格能便宜吗 是最终的价格吗 现在我手上这台手机是小米K20 Pro 当时我在藏区旅游的手机坏了 我本来想买这个 但是藏区没有 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价格是2000多 但这里的价格是这么多 你们来数一下这是多少 好像是507万 折算人民币就是3900多 这么贵 悬殊太大了 这个小米Lowk8我问到他们便员说这个是新款的 但是好像在我们中国已经用了好久了吧 这个价格也是200多万 价格悬殊还是挺大的 小米9这个价格是降价了本来是517万嘛 490多好像当于500万的样子 也是挺贵的 3000多 我们国内是2000多 这个小米平衡车猫哥家里就有一个我还玩过 看一看价格啊 旋出真的是有点大 谢谢啊 谢谢 没想到小米的手机在中国跟在老卧的价格差别那么大 可能只有他们当地人才会买吧 因为这边又没有网购 又没有什么微信支付宝这些 所以我们生活在中国还是挺幸福的 现在觉得 cable Though 警官 终于一波 立坑 自己还玩了 你看